这是Covid以前时我们工作的环境 Covid发生之后 我们不得不搬进了帐篷 这是在帐篷中的工作环境 夏热冬凉 左边是我们赌场在帐篷中的样子 右边据说是拉斯维加斯在外面的赌场 不同的是由于天气的原因 我们必须在帐篷里 而拉斯维加斯可以有露天赌场 这是搬空之后空荡荡的里面 因为搬到帐篷外面 我们还需要屋里的洗手间 所以经常经过这空荡荡的赌场 每一次经过空荡荡的赌场 心里都有一种特别凄凉的感觉 因为毕竟在这里工作了好多年了 所以看到这个样子 就觉得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 这是帐篷的外面 这是关门后的帐篷里面 这是下班以后我们关灯后的帐篷里面 这是从帐篷搬回里面的第一天 我是在这里工作的 由于COVID 我们在帐篷里待了几个月 经过了无数的煎熬 终于被允许从新搬进屋里 准备工作没有用多久 就直接开始工作了 和以前不同的是 我们的面前多了一道屏障 无形中把我们和客人的距离拉得更远了 我们的工作性质是赚取小费的 以前没有屏障 尚且在一些人身上赚不到小费 现在隔着屏障似乎更难了 因为COVID的发生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的过程 大家憋在家中 最受冲击的是我们这一行业 所以州政府一解禁 我们公司立即开张营业 刚开始还是有很多的客人 也许是在家憋了几个月都憋坏了 虽然进入赌场 多了好多项条款 比如进赌场要检查体温 必须戴口罩 要保持6 feet距离 坐在桌上 要和周围的人隔离开来 即使喝饮料 也要喝完立即戴回口罩 站在后面观看的人 即使是亲朋好友 也要保持距离 我就遇到无数的人次抱怨说 我们是夫妻在同一张床上睡觉的 我们是男女朋友 24小时在一起的 我们是兄弟姐妹 在一个屋子里生活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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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是什么 在我们赌场都要保持距离 尽管如此严格 好像也不减人们的赌性 我们的喝酒制度 也从以前凌晨两点结束 提前到晚上十点就结束了 这一点好像多了一些影响 因为人们到赌场来玩 大多是来这里消遣 喝酒吃饭赌博聚会 总之欢乐时光总有酒精陪伴 可是晚上才十点 刚刚开始喝就结束了 无疑让客人兴趣大减 也确实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当然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意 就连我们的工作份额 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公司因为疫情 消减开支 以前full time工作 要论资排本 资格老的不用担心 无论怎样都影响不到他们 影响最大的是我们这些 在中间和比我还要晚来的人 最后为了这一份工作 在原本很融洽的员工之间 掀起兴风谢雨 大难面前显人性 这是我来美国二十多年来 最深的一次体会 我在赌场做了很多年 大部分时间接触的都是美国人 平时大家相处真的是甜甜蜜蜜 口里都是称呼你honey sweet 赞美你漂亮 每穿一件新衣服都赞美你 感觉你是被重视的 被关注的 被喜爱的 反正大家无厉害关系 你赚你的 我赚我的 这么多年也过来了 也有几个很聊得来的美国朋友 虽然不常在一起 但一直保持联系到现在 但我想说的是 在美国这么多年 还是觉得无法真正的融进 美国人中 归根结底 生活习惯 成长环境 历史传统的不同 对我来说是无法融合的 当然不是说 所有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 都无法融入美国社会 我身边的好友 很多都嫁给了美国人 而且都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 可能是我自己骨子里 无法接受的问题吧 毕竟在北京 黄尘根底下长大的人 骨子里有那点 毫不值钱的傲气在作怪 说来说去还是我自己有问题吧 但是我是很羡慕我的那些好友 嫁给了美国人 不用到外面学英文 家里就有一个纯正的英文老师 何乐而不为呢 跑题了 回到我们的视频里 公司因为疫情消减开支 以前70多人可以工作的地方 变成了只有40多个工作机会 天啊 问题就来了 反正是以前在你面前 哈尼死味的不断的人 在背后开始给你使伴 在一起工作了好多年 平常聊得很好的 也在背后说三道四 还有的在我们的工作群里 公开吵架的 相互攻击 相互指责 上去一看 这要是在疫情前都不是事了 现在都是大事了 以前我们是可以相互调换上班时间的 谁家还没点事呢 只要大家遵守规则 相互遵守签约 不要你调换了班 结果到时忘记就好了 又或者以前上罐夜班 突然改成白班 不习惯 可以和领导商量 领导酌情处理 谁也爱不着谁 你想着还是老样子 No, No, No Covid不仅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人心 让你感叹 这是怎么了 怎么都成斗鸡眼了 那些人平时不是都是朋友一样的吗 现在怎么都成陌生人了 领导倒是很体谅下属 我自己就是疫情受害者 我指的是工作上 我是喜欢上夜班的人 上了好多年夜班 因为疫情 到我选择的时候 就剩下白班让我选择 我只好选择白班 以为疫情很快过去 恢复正常 大家都有工作时 再回到夜班 可是疫情一拖 就没完没了 到了不得不要上的时候 一看不行 我就去找了领导 说了自己的困难 不是 领导一口答应下来 同时还有其他的几位 也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领导都酌情帮我们解决了 我从白班回到晚班 结果还没上完一星期 就炸锅了 有些人说领导不应该给我们调换时间 最后还把工会给请了出来 迫于压力 我们几个被调换的人 重新回到原位 我不得不上白班 上了三个月 还好领导最后还是允许我可以晚来 但是下班时间不变 这就改变了好多事情 而其他那几位在群里公开相互攻击 指责反正乱做一团 让你开始怀疑人生 开始怀疑这到底是疫情所为 还是人性本就如此 只是以前岁月静好 无处发基因 在世界级的灾难面前 人性的丑陋终于展开了 你现在看到的视频中 就是我一星期要做一次的floor画面 其实我不排斥做floor 虽然没有做dealer时赚钱 又担责任 但我可以在这一天 穿上我自己的漂亮衣服展示人前 钱虽然赚少了 但也图个开心就好 还可以趁此机会偷拍一些小视频 给自己照个像什么的 因为正常情况下 是不允许在casino里拍照的 你可能会问 怎么总是在这个角落里拍啊 是啊 这个角落是我临时和security 调换几分钟时 利用这几分钟 可以偷拍这些视频和照片 这是我做dealer时穿的衣服 看奇丑无比 现在我们终于正式全面开放了 进casino不用再测量体温 而且如果你打了疫苗 只要拿出疫苗证书 连口罩都可以不戴了 我不管怎样都会坚持戴下去的 这是我上个星期做弗洛时拍的短视频 可以看到视觉上 casino一下子空旷了好多 因为桌子上没有了遮挡物 人与人之间没有了隔断 一切恢复疫情以前的模样 最可喜可贺的是 我们所有的员工几乎都回到了工作岗位 虽还是有不尽仁义之处 但我的人生哲学是知足者常乐 在疫情发生后 不仅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 就连世界都改变了 我们这一点改变又算得了什么呢 视频中的人们因为都戴着口罩 所以我没有把脸给遮住 希望这样不会侵犯人权 特此声明 我是Chu在西雅图 看到这里了 别忘了订阅点赞评论后再走吧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